人来人往台北车站作为交通枢纽 在这处一边通往北捷台铁高铁 另一头则是机捷 一个不小心就会迷路 但你可注意过吗 这不起眼的维修口 有网友曾经目睹民众擅自的闯入这个维修口 怀疑难道这是通往地下城的秘密通道吗 怀疑新闻直及台北车站维修口通通上锁 里头到底有什么 网友脑洞大开好奇会不会别有洞天 不过有民众曾经目睹皆有进去过 清洁人员也证实有时候会有人住 里面进得去人 难以外 我本来以为打开可能是什么电线 就直接是电线之类的 我也以为是那种像消防的那种 我是没有看过 因为一般的话像这边来来去去的人 可能都是经过而已 如果是躲在里面 其实我是会担心人身安全 维修口隶属于台铁管辖 当夜幕低垂巡逻次数减少 或许是部分皆有的藏身之处 不过里头部有电线 变电箱等 还是具有一定的风险性 没事别乱开 但这都市传说 也让被车张添几分 神秘色彩 怀宇新闻送军营黄萱萱 台北采访报导 请订阅 按赞分享怀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分享 请订阅分享